国内疫苗数量政府先前采购加上国际捐赠 共3568万剂 如果再加上台积电和鸿海 永龄基金会捐赠了1000万剂BNT疫苗 进口和国产疫苗总数上看4568万 其中日本第三波捐赠的AZ疫苗在7月15号到货 同一天还有台湾自购的AZ与莫德纳分批陆续抵台 总计国内疫苗包括自购和捐赠到货量来到890万剂 以目前传染力最强的Delta病毒株来说 想要达到群体免疫效果 两剂疫苗的覆盖率至少要达到85% 国内2300万人口每人打两剂计算的话 疫苗数量至少需要3900万剂 不过新冠病毒变异速度快 明年可能还会有第三剂疫苗的需求 所需要的疫苗恐怕就会更多 行政院宣布 明后年将购买至少各1500万剂的次世代莫德纳疫苗 医师解释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就是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的疫苗 目前先进国家都已经在抢购 台湾1500万剂的数量到底够不够 明年会不会再次面临疫苗不足的困境 热线追踪记者蔡家珍 陈世忠带您了解 我们需要做什么 就是打疫苗 打疫苗打疫苗 全民凭疫苗施打 国内疫苗陆续到货 看看目前进度 政府2020年10月签约的AZ疫苗 2021年3月7月陆续到货 但1000万剂总共只来了130万剂 505万剂莫德纳 7月15日运抵35万剂 目前到了115万剂 大约是采购量的五分之一 COVAX平台的疫苗476万剂 也只到60.96万剂 若是加上日本捐赠334万剂AZ疫苗 和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国内总到货量虽然达到890万剂 但一半以上都来自国际捐赠 我们的国际疫苗采购 受限于多种的原因 而难以施展 行政院7月12日宣布 辉瑞BNT疫苗进度的记者会上 没有明说的各种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先进国家 他们量都拿到了比较多 工资比较够 我相信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提早订 而且订的量可能真的是比较多 我们举例就好了 美国在去年的7月 就已经跟BNT下单 他们是给他直接19亿美金 赞助他们做领导试验 然后再给他订了1亿 后来追加到3亿计 然后8月就对莫德纳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给19亿 也是从1亿又变成3亿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欧美先进国家第一时间投入大笔预算 研发采购疫苗 以美国来说 疫苗计划早在2020年5月就启动 投入高达124亿美元 和13家药厂合作 取得疫苗优先出货权 那时候买的时候 没有一家疫苗是研发出来的 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家会成功 所以就买很多 所以到时候看哪一家先有你就拿 总人口3759万人的加拿大 去年光是莫德纳疫苗 就买了4400万剂 辉瑞也买了7600万剂 投入预算超过700亿台币 疫苗采购量是人口数的三倍以上 确保到2023年都功获无虞 相较于这些国家超前超量部数 台湾直到2020年9月以后 才陆续签约复订 加上国产1000万剂在内 共买了2981万剂疫苗 只够让不到七成的人口十打两剂 相对台湾很多的采购法的限制 要分好几家厂商 部分部分采购 不能只买一家 如果去年你们早点买像伊斯兰这样 就同买一家 辉瑞就好了 就解决了 只是让我们的采购法不允许这样 那就叫做土力厂商 专家解释台湾受限于法规限制 必须分别向不同药厂采购疫苗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说过 当时没有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 因此不会担押好几千万剂 在同一个疫苗 而是采取分散风险策略 只是这样一来采购量少 再加上时间又比人慢一步 台湾的供货顺序 自然就排在很后面 疫苗延误的风险 当初是否纳入考量 徐东药厂今年产能早被买光 有钱想追加也买不到 而民众最担心的 还是国内疫苗数量到底够不够 我们的全人口如果决定 6、70%的话 疫苗它就会有高度群体免疫 它只你说是5、6等的话 那么你的疫苗的概率 就是要高到80%、90% 才能够让疫情下降 Delta因为假如说它的这个 R0值是5到7的话 那通常我们来算说 这个群体免疫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估算 就是R0减1除上R0 那这个算出来大概就是80几% 专家用基本传染数R0值计算 原始武汉病毒株 疫苗覆盖率60% 就能达到群体免疫 以此为基础 六成人口每人打两剂 需要2760万剂疫苗 政府最初的采购量正好足够 问题就在于Delta病毒株 因为传染力更高 疫苗覆盖率要达到85% 才能群体免疫 至少就需要3900万剂疫苗 政府原来采购量 还要再加上国际和民间企业 捐赠的疫苗 共4000多万剂才能达标 若是需要达到第三剂 疫苗需求更上砍 5865万剂 除非现在民间要捐 那么1500万剂都能够进来 同时 同时这个政府采购的 也都能够如期进来 它比较有机会 不然的话 可能是有困难的 到年底前 会有一定数量的BNT疫苗 供给使用 同时我们在年底前 除了原本商购的 505万剂莫德纳疫苗外 也寻求今年再加购 一定数量的莫德纳疫苗 另外 明年后年 我们也预计购买 至少1500万剂 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 由鉴于去年 疫苗采购不足 行政院宣布 2022和2023年 将购买至少个1500万剂 次世代莫德纳疫苗 等于可以让六成人口 打第三剂 莫德纳就我所知 已经有二合一的疫苗 就是第一代武汉 一时解释 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其实就是针对 新冠病毒变异株 研发的疫苗 只是明年 还是以六成人口来布局 会不会又太保守 假设原来的疫苗效果都变很差了 必须重新打疫苗的话 1500万剂是不够的 大概至少3000万剂 他们工货就不稳定了 所以会有两个来源是比较好 同时也要争取代购 也要鼓励国产 有医师认为疫苗策略 应该参考今年经验 纳入更多风险考量 寻求多元管道 扩大采购 但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 今年都打了两剂 明年顺便只要打一剂就可以 那以将来算是六成人口数 那我觉得六成人口数 应该把会有重症的族群 都可以涵盖掉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过量的买疫苗 是因为还不太确定 你遇过的疫苗是不是会有效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成熟了 我们现在慢慢知道说 哪一些新冠病疫苗是可以用 哪些是可能会失败的 所以不必要去过度买这个疫苗 虽然这个病毒不断出现 但是他引起来的疾病 都是像一般冒着清症的话 也不一定说我们以后 每一年都要打疫苗 明年会不会一定如此的需要 可能不会是全部的人 高风险的人 长者再加上可能有慢性病的人 比如说肥胖的人 他施打了疫苗之后 他的这个抗体的下降很快 意思是开始可能有保护 很快就变成没有保护 这种人就要追加一剂 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补打疫苗 专家认为还有待研究 不过医师也强调 就算打了疫苗 不代表就不会感染 疫苗覆盖率提高 也不代表新冠病毒会从此消失 现阶段最重要的 还是做好防疫基本功 才能与病毒和平共存